大家好,我是Hidy,我在日本回來了 上個星期大家就看到我收拾行李箱的影片 看到行李箱去的時候已經那麼滿,是不是買不到什麼,不能買東西呢? 你們錯了,你們要知道我的行李箱是黑洞來的 我買了兩大袋東西,都是化妝品、護膚品、頭髮用品 雜汗裡不是買了很多,首先就是我去了環球片場 大家看到Instagram都應該看到我背著這個炮谷筒 它是很有趣的minion 之後你們看IG應該都會看到的,我是買了這個很漂亮的花環 你猜有沒有一天我可以試試用這個花環做妝給大家看 而且都是配上手環的 我原本打算這個可以摘計用的,但我試給大家看 真是不得了 如果我這樣摘一個高計的話,把它放上去,是整個卡底 然後還有這個toe bag 它呢,給大家看看質地是一個很舒服的毛毛 我想這個就不可以拿去洗衣機洗的了 應該洗完就不會再變得那麼滑滑滑滑 其實我還買了一批耳環的,但是賣沒了在兩個膠袋裡 如果一會兒找到的話,就展示給大家看 我還買了一批耳環的鞋子 我自己就買了一個pastel pink的顏色 而男朋友就買了一個比較淺的卡其色 好了,快說完最後一個雜看女 就會是這個minion的一樣 但這個就不是在環球片場買的了 我在普通藥妝店就買到 大約1000日圓左右 是一個擺電池的蚊香 你會看到它的圖是寫著寵物可以共用的 我自己是超級真蚊的 總之晚上我一感覺到有蚊 我一定要起床殺死蚊為止 我才可以再睡著 以前是會點蚊香 但有chopper之後就不能點 所以我今次看到這個入電式的蚊香 而且寵物共用的話 我就想買來試試 可不可以殺死我的天敵 好了,我們現在快進入化妝品和護膚品的階段了 跟以前一樣,我都有買到手信給大家 待會中間就會滑一點滑一點 告訴你們有什麼手信 好了,現在開始了 先說頭髮用品 好像比較容易找到 這個就是Hairspray 這個應該是牌子 其實我本身沒有用Hairspray的習慣 但有次在髮型用品店 女生教我 如果想保持這些夾頭髮 因為香港很潮濕,經常會打滑圓形 夾完後就用一個很輕的Spray 打圈噴一個圈 就會保持久一點 上個月漂了頭髮後 很害怕頭髮變成和廣草和斷了 我更加注重頭髮護理這方面 這次在日本買了一些頭髮護理 這一種就是每個星期用一次 或者每兩個星期用一次 很激烈的護理頭髮 這款其實在香港也蠻容易找到 但在日本買真的便宜很多 我買了三支 其中一支就是送給大家的手信 而牌子方面 這一款我是今次新試的 我看到它粉紅色很漂亮 而藍色這一款是Mewborn 裡面會這樣一套四支 每次是用一支 一個星期用一支 一個月就會是一個療程 而髮模方面 我今次就沒有買到 Fino或者Zubaki那一支 因為其實萬寧有得買 我就不太想托回來 反而我買了一支新的 那就是這個Essence的牌子 上面的櫻花套案很漂亮 有一件事很想很想去罵它 其實這件事我沒有撕過膠紙 之後是扭得很緊的 記的時候它是爆了 它是撕了一些髮膜出來 搞得我整個行李箱都很大 它的味道 其實現在都聞到 所以它的包裝就有少少扣分 因為它真的裝不緊 Anyway 我就試試它有沒有Zubaki那麼好用 畢竟它們同一個價位 另外就關於髮尾油 大家都知道我平時用哪些 我已經說了很多次了 但是最近因為漂完髮的關係 我就更加著重抗熱的髮尾油 因為如果不是 我已經是漂了頭髮 然後髮尾油又不抗熱的話 再用來夾頭髮其實都很傷 所以我自己就在香港買了一支MiuBorn 在日本我就看到這一支 這一支其實非常小 它就說自己是跟一個 表參到東京的人氣Salon 一起去研發的髮尾油 是說明了抗熱的 所以又買來試試 當時有得試 我覺得很大的檸檬香味 自己就很喜歡那支味 很清新型的 這個粉撲呢 在這個表面好像平平無奇 但是打開了之後 裡面甜甜棉花糖 質感是超有彈性 很有趣的 它的名字就叫做Ari Touch Puff 應該都是那種空氣感 彈一下彈一下的 上粉的 其實我自己就沒用過 好不好用 但是摸下去的感覺實在太棒了 所以我也買了一個 送給大家做手信的 底妝方面呢 我是買了三款的 這一款香港是有得買的 原來我也是回來才知道 就會是Excel的這個Skin Tin Serum 然後這兩個香港就應該沒得買的 是Integrate這個牌子 這個我買了回來是每天都用的 我現在都有用的 不過應該都是比我本身的膚色 再白了很多 所以我一用的時候 我男朋友就會馬上問我 你化妝了 但是不算顏色的差別 它裡面其實 這個粉底我真的蠻喜歡它的質感 所以大家如果去到台灣或日本的話 不妨去入售 首先它的包裝是一個圓形的膠盒 上面會有一個深深的形狀 裡面是附送了一個 CUSHION的膠盒 然後有一個膠蓋 然後在裡面才會是粉底的本人 它不像CUSHION的 它是網狀下面 是一些類似粉底液 或者是一個啫喱狀 大家可以看到 塗了出來是很清爽的 然後遮瑕度是不算高的 它的妝感其實是有輕微奶油肌的感覺 你看到我最頂端的光澤感就是來自它 然後塗上去是清爽的 完全不需要用碎粉 現在這個天氣我覺得一點都不焗促不黏的 但是妝前的保濕就要做好一點 另外也買了它們的乾粉 我也是很喜歡這個殼 我的心心很漂亮 打開出來它們的粉泡是有少少的厚度 彈性都OK的 然後裡面是有鏡頭和這個乾粉 乾粉其實都是用來出街補妝用的 剛好手上沒有任何乾粉 所以就買了它 眼線我就買了五支 其中兩支是手信 這一款的眼線筆是拿了2018年COSME排行榜上半年的獎項 我自己就買了兩支顏色 一支是普通啡色 然後一支是紫啡色 所以這次的手信 大家都可以選擇自己喜歡什麼顏色 它的持久度是完全不容忽視的 因為我在日本試完顏色之後 一整天回到酒店洗了十萬次手 是一點都沒掉過 它不是我經常用那些墨水型的 它是眼線筆Pencil的 不過是很扁很幼 很容易勾抹到一些很小的線 另外大家都知道我是很喜歡Moderliner 但是在香港已經有得買 我就沒有買到平時的版本了 今次在日本它是出了很多很多特別色 有些鮮紅色、紫色、黃色、白色那些 其實真的用不著 我就沒有得買回來的 紅色這個其實就是跟我平時用的一樣 只不過裡面的包裝顏色有點不同 而這一款我特意買多一個送給大家做手信的 就是一種很特別的顏色 它是一個卡其色 它不是那種淺色那些卡其色褲的顏色 它是一種蜜綠 但是有偏啡一點的顏色 是非常特別的 這一款眼線筆就是蜜水毛不壯 我平時用開的那些 你有看我的影片都知道是哪些 然後就到三支的蜜蜜蜜 這一款是D-UP的 是夏天拿了第一位 所以試試看的 上面是寫著Folium Extinction的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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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 但是不知為何衝著露天第一位 我就買了 第二個就是今年新出的 香港都還未有得買的 又是這個不懂怎樣讀的牌子 我是衝著這個 說自己很有勢的刷頭而買的 因為這些通常很幼的頭 因為我使用下眼睫毛很漂亮 我自己也很注重下眼睫毛 所以我試試看 最後是上年2018年第一位的Mascara 就是OPERA的這一款 它說到自己塗完的節目可以又長又囂又持久 這個是我送給大家的手信 是未開的 我自己就已經急不及待開了 它呢 又不要給第一位這個名字神化它 我覺得它跟台灣的1028有點相似 都是很囂張 塗出來根根分明 不會太過濃密 但是做到一個割蛋白的睫毛效果 如果你問我它跟1028有什麼分別的話 就會是它比較容易下 但是它又不會說是溶妝 咦 我找到耳環了 這個耳環超可愛的 是不是 有六隻不同樣的Million 好 先說了唇膏 我本身是忘記帶潤唇膏過去 然後我就看到這個牌子 你以為是潤唇膏 原來是lip gloss 大家認住它不用買 就會是這個樣子 它是一個有色的lip gloss 但顏色比較清淡 有一點淡淡的橫桃色 但我塗上嘴的時候 它又不會特別玻璃嘴 或者特別潤得很厲害 總之就沒有太大的感覺 然後如果你有看我的IG story 應該都會看到我買了這個限定顏色的唇膏 這個限定顏色裡面就好像圖上面一樣 唇膏中間有薄荷綠色的用來潤唇效果 現在我開了出來 裡面就會看到這個樣子 塗上手的顏色 是一個淡淡的粉紅色 很漂亮 還有很潤 看到那個光澤嗎 然後我買了一個超漂亮的 這個液態的眼影 又塗上手背給大家看一下 裡面的質地雖然很稀 哇 閃到上太空 不怕的可以擦開它 就是一個很漂亮的打底色 或者可以做中間點綴一個光澤出來 然後就到另一個眼影了 看上去它是一個很漂亮的beige色 然後擦了之後 可以看到一個很有質感的光澤 用來打底是非常不錯的 還有它有少許霜狀的質地 之後的上眼影就會更加持久貼服 然後還有一個超便宜 是我今次買最便宜的眼影 它的顏色是一個很漂亮的橙色 看到嗎 它是500日圓 我本來打算買很多粒來送給大家 但是它有一個問題 就是它Made in China 我沒有理由送 日本買一個Made in China的化妝品給大家 所以最後我看到這個就沒有再買 最後就是日本的Revlon 出了一個很漂亮很漂亮的光澤 開這個女子的 它裡面是包著了 因為它是一個很短短的啫喱 你會看到裡面是一個好像奶油狀的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效果 在很遠的地方都可以看到 所以做一個highlighter 它應該是很出色很漂亮的 然後我就買了一個幫手指化妝的素顏霜 比如說手指本身好像我一樣 超噁心的 它說塗完之後就好像手模特兒那樣漂亮 整件事好像很神奇 那我就買來玩一下 另外這個其實大家應該都知道一個問題的 我的牙齒都很旺 就說普通刷完牙照就可以了 所以就試一下吧 百多元 好了 我說完了一些化妝品的購物之後 我就發現這條片真的很長 很長 很長 所以逼於無來我也要把它斬 Give away就會在下條片一次過去做的 那這條片大家忍一忍 我們下個星期就會繼續的了 希望你們喜歡這條片 如果喜歡這條片記得按LIKE 我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片的 逢星期六的下午三點 以及星期日的下午十二點 那我們下個星期再見啦 Bye Bye